闺蜜失恋,我陪她开卡点了八个南墨 结果,她男友找来,抱着她哭哭嚎,求原谅 我摸着个跟竹马差不多一百九十身高男人的腹肌 美滋滋地看着他们 呼的一下,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宝宝,好摸吗?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再跟她和好了 闺蜜手里握着的酒杯,啪的一下摔在桌上 自顾自得满上 我气定神闲地腻着她,这是他们第几次闹分手了 这个月内的第二次,余光瞟了眼手机 看到刚到账的十五万,还没捂热几分钟 沈西成嚷着要点男膜 橙子,擦擦眼泪,保持点体力 我善意地提醒着,不管沈西成要不要点男膜 但等下秦霄要过来 我得看着她点,不要让她喝醉 现在的我,强得可怕,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后面的剧情 拿闺蜜沈西成男友的钱,点男膜还是头一次 点 沈西成擦了擦眼泪,给老娘彤彤安排上 反正是秦霄不差这点钱 每次他们闹分手,秦霄都会赚给我一大笔钱 作为帮忙的费用 十万十万的给 要不是看在沈西成真哭的份上 我都要误认为 他们知道我现在代业没收入 故意闹的这一处 我迟疑了下,问道,我们真点啊 一千五一位类,一下点八个都要我一万二了 还不包括卡座 虽说我和沈西成,秦霄还有竹马城枪寺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沈西成和秦霄两家从小就订了娃娃亲 等上了高中之后,他们就订下了婚约 大学那会儿,我和成枪寺都是在国外上的学 而沈西成和秦霄两个人是在国内就读金融学专业 关键是他们还被分到了一个班级 真是该死的孽缘 上大学那会儿,沈西成总会问我 我和成枪寺就算不读一个专业 也可以在一个学校上学 干嘛两个非得隔得那么远 我和成枪寺的学校 一个在最南面,一个在最北面 没有缘分啊 我善笑着,敷衍过去 我压根都不敢告诉沈西成 说我在最后改了学校,因为家里破产了 为此,成枪寺跟我在私下大吵了一架 你这是赤裸裸的抛弃 成枪寺的话太过严重 我们只是青梅竹马,又不是情侣 我,我觉得你更适合那里 我的学校是在考虑我能力范围内 所能上的最好的学校 但成枪寺没有必要 而且他的学校是排在全国 沈西成趁着我在犹豫的时候 自己下了单 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只见他吸了吸鼻子,凑到我的身边 挽着我的胳膊 哎呀,反正我们都出来了 就来玩一下,你不说 我不说,肯定没人知道的 沈西成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 酒吧的销售抱着酒水 一脸欠就地过来,实在不好意思 有位190难膜的衣服出现了点岔子 请你们稍等一下 沈西成眼睛一亮,190 沈西成是你喜欢的款 我,真的不能低调一点吗 插曲过后 酒吧的销售领着八个人来到了卡座 这个酒吧对于条件好的一些男的 有特权 就是有的难磨,不想露脸的时候 是可以允许戴面罩的 只要不把嘴遮住就可以了 沈西成直接指着那位 190戴着面罩的男人 你,快坐到我姐妹身边 他穿着件腔脖领的西装 没有内搭 白嫩的肌肤裸露在外 等他走近时 纤细的手,直接拿起面前的头子 姐姐,会摇吗? 我,会 什么? 他似是估计凑近斑 往我身边靠了靠 深邃的双眸 透着凉意 莫名有股熟悉的感觉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男人纤细的手一顿 直接拿过我手里的九亿眼而尽 姐姐,是哪里认为我们见过 看着他舔尸后槽牙的动作 我抿了名嘴唇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一旁的沈西成也凑过来 笑颜 我就说这小子身材好吧 瞧瞧这锁骨都跟四哥有的一拼 身边的男人说 你们可以叫我孟 哈哈 那么有缘 我们叶子的英文名叫Star 一个月亮 一个叫星星 想到成枪四 我定了定神 你确定我们在这种场合 要提他 记得高中毕业的聚会上 我和沈西成两个人 第一次偷摩跑到酒吧来玩 被抓包 成枪四死活让我爸妈 还有沈西成爸妈 把我们关了半个月 沈西成委屈一下 和秦潇撒撒娇 他也就会帮着他说话 不到15天就自由了 倒是我没人帮忙 真的被禁足在家里半个月 还好我知道四哥 现在人还在国外 沈西成得意道 我挣了挣 哭笑不得 秦潇赶来的时候 我们挣完的嗨皮 沈西成闹着不搭理秦潇 自顾自地拉着一旁的男模说话 秦潇冷脸 滚开 能在这里赚钱的男人 也有一定的情伤 立刻起身腾出来个位子 秦潇咬牙切齿道 诚诚 你们真是好雅兴 我耸了耸肩 往旁边挪了挪 伸手摸了下梦的腹肌 我们可是搞纯爱的 没错 我就是在故意拱火 快速收回手 吃瓜 沈西成喝得脸红 哼哼唧唧地说 纯爱个屁 叶子嘴都要清烂了 还在这里装纯爱 众人 勤笑一下哭唧唧地 抱着沈西成说 老婆对不起我错了 我就不该不告诉 买了那串项链 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不告诉你 也是怕你心疼钱 我不会故意瞒着你的 就五千万而已 你要相信你老公的实力 好不好 听着他们的聊天 我也大致地明白了 原来是因为沈西成心疼钱 则 你老公不差钱啊 我在心里唏嘘 忽然 手腕的痛感 直洗我的脑门 我皱了皱眉 惊呼 嗯 你弄疼我了 下一瞬 他复耳凑近 宝宝的嘴 跟谁都要亲烂了 嗯 吓得我一机灵 迅速起身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冲着和好的两人 晃了晃手机 我出去接个电话 秦潇好奇道 你刚刚叫谁弄 因为是我妈的电话 也没有多想 指着沙发上 我座位旁的男人 救他 来到厕所 我接起电话 妈 我今晚晚点回家 我妈柔柔的声音 传出 今天你枪四哥哥回来了 你不去见见 成枪四回来了 我妈 回来了呀 我们下午还在一块吃了饭 本来叫你 谁知道你电话没接到 没有 我翻了下手机 发现我妈 确实打了两条电话进来 我沉了沉声 我等一下就回家 许师后怕 在得知成枪四回来后 已然没了再玩下去的兴致 我先回去了 我弯腰 拿起沙发上的包 你们继续玩 姐姐 我送你 孟孟紧紧跟着站了起来 不紧不慢道 我皱眉 刚要拒绝 沈西城附和道 叶子 是不是着急呀 就让孟紧送吧 去吧去吧 他跟我挥挥手 直接摊在秦霄的怀里 露出耐人寻味的神色 这边不好打车 孟紧提醒 我也快下班了 顺路 我是真的着急回家 那谢谢 他先我一步离开 我没走多远 身后隐约听到秦霄的声音 你说叶子知道了 会怎么办 成枪四闷骚得很 亲两下就好了 亲两下 谁亲两下成枪四 他是带女朋友回来了 一辆黑色的阿斯顿马兵 停在我的面前 车窗缓缓降下 男人修长的手 搭在方向盘上 微微侧过脸 带着一上车 我的脑子嗡嗡 心乱如麻地上车 解释 有朋友送我 成枪四 不要再让我说第二次 声音带着几分愤怒 可我 愣去开车了呀 他不会出现的 成枪四冷身开口 我不信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口 僵持了十分钟 最后被凉嗖嗖的晚风 吹得上了他的车 一路上 安静地可怕 直到成枪四 把我送到家门口 我到了谢 开门准备离开 结果没打开 我的身体一顿 成枪四 他说 你不该和我说点什么吗 想起之前 成枪四的妈妈无意地提到 他其实有想过在国内上学 出过大概率都是因为我 我咬了咬下唇 对不起 成枪四的脸色依旧很冷 我要的不是这个 那我把命给你 我疑惑地转过身 认真地望向他 片刻 副驾驶位的门被打开 没等我走出来 成枪四抵在车门前 你难道不知道 自己酒精过敏 万一被人灌了酒怎么办 要不是我 我皱眉 嗯 你什么 墨地 成枪四身后传来熟悉的柔声 是枪四吗 接叶子回家 成枪四转身 自然地让了位置 阿姨 趁着他不留神 我钻了出来 妈 我回来了 刚靠近我妈 他的眉头就拧了起来 你又碰酒了 没啊 我虽然爱去酒吧 但是我对酒精过敏 基本是不沾的 沈西成也知道 所以我在酒吧 基本喝的是荔枝味的汽水 我真的没有喝 身上沾的味道是 话音未落 我闻到了成枪四身上的酒味 心里莫名不爽 成枪四也一身酒味 你怎么不说他 我妈 枪四 酒品怎么样 要我告诉你 我妈 她可以跟你爸喝白的 你能吗 阿姨 你也别怪叶子了 她可能也不是那么爱喝酒 成枪四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心中怀疑 她是来给我添堵的 但我没有证据 枪四 你也别惯着她 我们就是把她宠坏了 现在变得越来越难管教了 我妈唏嘘 瞪了我眼 我不悦地瞥了眼成枪四 眼神示意 这件事都怪你 听说你们公司在招人 要不然让叶子 去你那边上几天班 你开行吗 顺便替我管着点她 我妈看了我眼 继续说 免得一天天地都不着家 成枪四依旧面无表情 陈怡 你客气了 叶子很乖 也不知道 刚刚凶我的人是谁 成枪四像是来真的一样 隔天就给我发了入职通知 我敲了敲手机 按下发送 我妈只是开玩笑 成枪四 你妈把身份证报给我的 我 可以不去吗 成枪四 你跟陈怡说 我不敢 我妈会打断我的腿 半小时候 成枪四再次发来短信 明天跟我一起上班 我 心死了 什么都觉得没意义 成枪四 你朋友圈那款包 我给你买了 就当送你的回国里 就在这时 我听到楼下有动静 穿上鞋屁颠屁颠的下楼 发现是成枪四送我的那款包到了 我欣喜 谢谢老板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下午 沈西成给我发来消息 累死老娘了 你是不知道秦枭那只狗 我 打咪 我不想听细节 沈西成 那你们怎么样了 我 梦放我鸽子 说好接我 结果还是成枪四接的 一想到 还得去他的公司 手里的包有一点点的不香 沈西成 我也回复 这个话题 最后也没有下文 短暂的失业 迎来了一个全国百图优强企业的公司 我觉得我不适合在这么优秀的公司上班 看着工卫牌上赫然写着 秘书部 业纸 成枪四气定神贤的说 业纸 你很优秀 哦 他说的对 我反驳不了一点 我现在所站在的区域 范属于秘书部 除我以外 成枪四还有三个秘书 成枪四交代我有事 去办公室找他就行 一头就钻进了办公室 我和剩下的几人 面面相去 还是秘书部的组长 陆欣和我打招呼 这是李南 这是舍凡 你们好 我是叶子 配学院毕业 我想了想 继续说 你们有什么工作 可以交给我 我会好好学 他们三个瞪圆了眼睛 陆欣先开口 想不到 你还是留学生 办理好入职 我基本就在工位上 没怎么动过 喝茶看电视 除了不能躺着 下午 我也没看到成枪四 不过吃了特别好吃的下午茶 舍凡一脸心死地 摊在我对面 嘴里塞着甜点 味同嚼辣似的 我尝了尝我的 都是一家 味道不会很差呀 舍凡 你不喜欢吃这家甜点吗 我问 舍凡看了我眼 欲哭无泪 这甜点就好像要送我一程似的 真难受啊 陆哥 交给了我个合同 对我搞砸了 公司平时哪有那么好的下午茶 这不是我的断头茶是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合同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 舍凡说的没错的点是 成枪四挺凶的 我深表同情地 看了眼舍凡 就在这时 陆新部长手里 拿着合同走了进来 声音清脆笑道 哪有那么夸张 业质 我们老板平时也挺温柔的 我和舍凡 同时瞪圆了眼睛 你确定吗 我皱眉 哪里温柔了 在认识他的26年里 我就没见过他特别温柔的一面 生气那不是常有的事情 特别是对我 搞得好像我欠了他白白十万一样 记得 小时候 和成枪四一块完 我让他叫我姐姐 结果他说 不要 不要就不要呗 冲我生哪门子的气呀 老大 你可以骗我们新来的叶纸 可骗不了我 暂时知情我和成枪四的里男 正愣一顺 也没插手 我疯狂站在舍凡这边 陆部长 你别框我们了 我们都知道 陆新顿了下 舍凡也愣住 狐疑地望着我 我和老板是青梅竹马 舍凡立刻从椅子上弹起 我有想过你是靠关系进来的 却没想到你是靠这层关系进来的 其实我想说 我不是自愿进公司的 想了想 还是闭嘴 舍凡哭爹喊娘地求我 把项目书交给成枪四 我也吓得直摇头 不行 不行 这是我不敢 我拙 才挨骂 你就饶了我 于是我和舍凡统一战线 看向陆新 部长大人 您不是说老板温柔 要不 你顺手帮我交 陆新的嘴角一抽 我突然觉得 老板不温柔了 在一旁憋笑的李楠 实在没忍住 笑出声 陆新 哈哈哈哈 你PM要笑死我 陆新的脸瞬间涨红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墨地 他们停止了笑意 我的耳畔传来熟悉的声响 你们在笑什么 那么开心 我懵了下 拿着手里的项目 没脑子的塞了过去 再夸你温柔 成枪四的眉梢微挑 是吗 其余三人 一口同声附和 是 好好好 这么会玩是吧 成枪四打开手里的合同 舍帆适时开口 没一会儿 周围安静的 仿佛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我怯声道 只是舍帆没有准备好 给他一些时间 一定可以拿下这个项目 成枪四合上合同 带着疑惑的欧了声 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你就能对同事那么了解了 婉儿 我怎么觉得他说话的语气 怪怪的 成枪四冷腻着眸 出声 我的公司不养闲人 我拉了拉他的衣角 项目书我也看了 对家的条件 要比我们的公司条件好很多 也是巧合 我在上午闲着没事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 他们准备的资料 浅浅地分析了一下 成枪四看了眼陆欣 陆欣 老板 对不起 这件事是我们没有准备充分 成枪四 这个项目还没结束 你们继续 陆欣 是 话音刚落 成枪四看着我说 晚上 等我一块回家 你去我办公室 拿我的抱枕 抱枕给我用 不合适吧 等我从茫然中拿回抱枕 对上其余三人诧异的目光 你们是真的除了青梅竹马外 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吗 蛇帆满脸的怀疑 李楠和陆欣也不相信 我疯狂点头 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下班的时候 我等着成枪四一块下的班 蛇帆第一个先走的 话少的李楠也还在敲着键盘 陆欣也在忙 取是察觉到我的目光 抬眼看着我说 没事 你先走 公司任务不一样 忙完的事 可以先走 我点了点头 好 我走出门的时候 就看到成枪四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门口 你不忙 我走到他的身边 问道 成枪四 你那么体恤你们部长和同事 就不会心疼心疼我 我也是人 我扁了扁嘴 我觉得你强得可怕 要不是高中那会成枪四 经常给我补课 我的成绩 也不会从全班二十名 到全年级五十名 用我爸的话来说 我就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才会遇到这么好的成枪四 因为成枪四出色的成绩 连带着老师对他的青睐 也多了几分的关注 在我成绩提升的时候 纷纷拉出来 当给学生的榜样 刚出公司的大门 我差点撞到了人 幸好成枪四拉了我一下 Hello Moon 这是你的女朋友啊 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男人 笑颖颖地说道 我顿了顿 他后面的话 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满脑子都是Moon 一直到上车 成枪四都是一副镇定自若的表情 我忍不住道 你不该和我解释一下的吗 成枪四的手握着方向盘 淡定道 解释什么 当然是解释Moon 他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装 成枪四 你也没问 我 那还不是你戴着面具 我扁嘴不悦道 成枪四 我是老板 万一有媒体拍到我 不合适 照他的话来看的话 我又觉得他似乎说得很大理 接莫几秒 我 你的英文名真的叫Moon 嗯 我就是那个被你摸了腹肌 还不负责的Moon 成枪四 嘴角扬起一抹浅笑 我竟无力反驳他的话 侧脸才发现 我们去的根本不是回家的方向 我们去哪里 成枪四 我妈今晚生日 让我带你一块吃顿饭 我压了声 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还没准备礼物 虽然我比成枪四先回国一年 由于工作繁忙的缘故 我也没有和他的爸妈见过面 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选了条差不多十万的四斤 成枪四选了款上百万的手镯 买了两款 一款给了我 我不要 我拒绝 于情于理 我都不能再收他的礼物了 成枪四 你带着 我妈就好意思收我的礼物了 店员介绍这是 子母款 成枪四的妈妈 从小就喜欢我 恨不得认我做干女儿 但成枪四不乐意 我觉得成枪四可能吃醋了 不过要是我被别的小孩 夺走了一份妈妈的爱 大概率也会很难过 于是我和他说 成枪四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和你抢妈妈的 成枪四瞥了我眼 吐了两个字 白痴 成家在我初中的时候 还住在我家隔壁 等我上了初中之后 他们一家就搬去了 距离我们家差不多 不行十分钟的 另外一栋别墅 虽然是同一个小区 但几乎是一个在最南面 一个在最北面 因为这边的区域 就只有那栋别墅大一些 因为成枪四的爷爷想养鱼 而距离我们旁边家的这栋别墅 就一直被搁置着 到了成家 才发现他们家来了不少的亲戚 下一秒 我就退缩了 成枪四 我想回家 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迎上成枪四的目光 他坚定地看着我说 别怕 秦霄 他们也在 成枪四捏了捏我的脸 待会儿 我们一块吃饭 墨地 心口莫名一颤 闷声应了下 哦 沈西城从秦霄的车上下来 距离的近 能清晰地看到 他脖梗处没有完全遮好的草莓印 他推散了我下 哎呀 你别这样看到了 我轻笑 小声地说 沈西城 你的粉底液都要蹭到我的脸上了 啊 那可不行 沈西城说着 轻捂了捂自己的脸蛋 不远处 有人叫着成枪四的英文名 我和沈西城文声看了过去 身边的沈西城 惊讶道 叶子 你都知道了 我点头 顺便告知了他 我工作的事情 刹时间 秦霄和沈西城的视线 齐刷刷地落在我的身上 沈西城 你去当四哥的秘书啊 秦霄比他淡定得多 枪四说的 我冲他们点了点头 沈西城做事撸了撸袖子 这也太欺负人了 我和秦霄 谁也没拦住他 秦霄宠溺溺地盯着沈西城的背影 算了 让他去吧 去受点措 话语间夹杂着一些享受 秦霄 我还以为他一向冷静自持 我不解得侧谋 看向他 秦霄不在意地说 叶子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当初的事情 你们谁都没有做错 我没说话 秦霄动了动嘴 反倒是我和诚诚 都没帮到你家什么忙 跟你们又没有关系 商圈的尔虞我诈 本就是生存的常态 强者上位 弱者下台 庆幸的是 我爸东山再起 创立了新的公司 最近的一年里 有了不错的战绩 为此 我爸还特意奖励了 我五十万 作为零花钱 我爸妈这次刚好出差 没时间过来 成枪似的妈妈 拉着我的手 逢人就夸我 这也算是我的女儿 我 姜姨 你最好了 成枪似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聊完了 姜姨摸着我的手 不理会成枪似 叶子 你的手白白嫩嫩的 真好摸 我脸上一热 姜姨的皮肤才是最好的 给我安立一下保养秘诀呗 回头我让我妈也试试 她被我哄得开心 还是我们叶子会说话 不时地摸着脖子上 我送她的丝巾 得意道 还是叶子的眼光好 不像枪似 无论做什么 都不忘拉踩一下成枪似 我憋着笑 没敢抬头看成枪似的脸 书弟一下 姜姨发现 我手上戴着的镯子 是枪似送你的 我张了张纯 还没说话 就见她说 不错不错 终于干了件 让我顺心的事情 姜姨 我们 我和成枪似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啊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成枪似拽走了 姜姨也没生气 柔声道 枪似 你可不许欺负叶子 我不揍成枪似 都算不错了 我在心里暗自付匪 跟在成枪似的身后 一个不留神 直接撞上去 你的背 怎么那么硬啊 我捂着头 吃痛道 成枪似也没料到 急忙把手伸了过来 揉了揉 没事吧 小事 我接话 本身就是 我自己没注意的事 吃过晚饭后 成枪似送我回家 因为也不是很远 我就打算自己散步 慢慢晃回去 但姜姨执意 让成枪似送我 沈西成 你们什么时候 变得那么客气了 她的睫毛轻颤 该不会是你们 谁谈恋爱了吧 话音刚落 秦霄就把人 走了 走了 我们先回去了 我们默契的 没有把沈西成的话当真 为了缓解肝大的气氛 我开口问 你为什么叫懵啊 刚说完 我就后悔了 成枪似顿住脚步 凝视着我 叶指 她的语调清冷 我正了正 浑身紧绷 莫名其妙的紧张了起来 怎么了 成枪似的薄唇吸动 突然 身后传来一道 汽车喇叭的声音 吓我一跳 彼时 专属于成枪似的气息 营绕在我的四周 我定了定神 抬眼一看 发现我们已经超越了安全距离 像是触电般的弹开 那个不用你送了 我快到家了 拜拜 晚安好梦 麻溜的从成枪似的面前消失 一直到半夜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都没睡着 手机提示音响起 我滑开手机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背影照 沈西成 有没有觉得 这组照片非常的情侣 我 你要不要看看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东西 沈西成发来一个大笑的表情 你看出来了 我又不瞎 照片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和成枪似 路灯下的我们 影子被拉长 明明是平行线 却意外交错 影子像极了热恋的情侣 奋不顾身的亲吻 我 你不累吗 沈西成 刚运动完 可精神了 沈西成 秦潇 去给我做饭了 我 下次半夜给我撒狗粮 就给你拖出去乱棍打死 记得 沈西成和秦潇刚订婚那会儿 沈西成特别没有安全感 一个进的找我哭诉 秦潇不爱他 可在我看来 秦潇的爱 是克制 是隐忍 用秦潇的话来说 我再给自己养个老婆 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 沈西成和秦潇两个人 就像是命中注定的爱人 一日 我自己开车去的公司 没再让成枪四来接 陆星给我分配的任务 都是一些打杂的火 我也没生气 至少有事情做了 下层的人 对我的出现 极其不满 甚至有的人 点名说我是关系户 我直言 呛了回去 我就是怎么了 结果 他哭唧唧的要找成枪四告状 我 你去呗 你是不是还没有他的私人电话呀 我给你好了 爱琪冷哼 谁知道 你给我的电话号码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挑眉 打了过去 下一秒 手机那头传出对方 已关机的声音 就在这时 陆星从宣传部的办公室 走了出来 爱琪 你在做什么 陆星不长 我们也没做什么 就想看看 靠关系进来的人 是什么样子的 爱琪白了我眼 我吃笑 爱琪是吧 你一天天穿的 就像个孔雀开屏一样的 搞得好像生怕别人 注意不到你 你没有觉得自己胖得像头猪吗 爱琪刚要说话 我打断他 上班没有个上班的样子 就知道在茶水间散造谣 合着老板开公司 是为了你吃八卦的吗 亏得他还是公关部的员工 连最起码的职业操守都没有 爱琪气得浑身直抖 你 你 你什么你 我沉着脸 严肃开口 我的学历 你们可以在公司的网页找到 如果你们怀疑我学历造假 也可以去投诉我 话音刚落 不远处 一道清冷的声音 传来 我的人 什么时候也轮到你们在这里平头论足了 成枪寺迈着长腿来到我的面前 不如 我这老板的位置也给你当好了 须于 从人群中挤进来 一个中年秃顶的男人 总裁 对 对不起 煞时间 众人了然 成枪寺悠闲的亮出一张 我工卫的照片 他的抱枕趴在我的椅子上 只见他悠悠的说 就算叶子把公司卖了都可以 啊 成枪寺你要死啊 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 你又不幼稚啊 我的霸气都因为成枪寺侧漏一地 很长时间 我都不想搭理成枪寺 手机一个劲的弹出信息 是秘书部私下的聊天群 舍帆 我怎么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给叶子 换个新的称呼啊 陆欣 你想叫他老板娘 那你去试试 看看他会不会生气 不过我可提前跟你说了 如果他还没点头 因此迁怒到老板身上 回头老板要是知道了的话 你的下场 随后 只见陆欣发了一个上吊的表情包 李楠也附和 我觉得老板尚未成功 他仍需努力 你再去加一把火 老板指不定让你去非洲 舍帆拧眉 在手机上敲了敲 我怎么记得 非洲好像没有我们的业务啊 李楠 以老板的财力 他绝对会培养你 去非洲自主创业 舍帆 我错了 陆欣起身拍了拍舍帆的肩膀 用意以为深长的眼神 看了我眼 又收回了目光 我服额 你们在谈论当事人的时候 能不能看一眼 我也在场 我也在群里呢 啊 哦 好的老板娘 舍帆接话 瞬间 四周寂静无声 声有声 气得我咬牙切齿 瞪了眼舍帆 你别太过分哦 舍帆迟迟没有回应 下一秒 我的背后陡然一凉 成枪四站在我的身边 脸色低沉 还没等我来得及解释 舍帆是开玩笑的 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 我们这是去哪里 我不明白 成枪四 我们去医院 我爷爷要走了 要走 走去哪里 我疑惑地望向他 书地一下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他指的这个走的意思是 离世 成枪四爷爷走得突然 脑出血 紧流着一口气 见他的孙子 成枪四跪在地上 颤着声 一遍遍地喊着爷爷 躺在病床上的成爷爷 嘴唇泛白 抬了抬满是褶皱的手 爷爷 你别走 成枪四的嗓音几乎哽咽 姜姨轻拍了下我 低声说 叶子 帮我照顾一下枪四吧 爸 他找你 成枪四眨眼 看到爷爷的动作 抿唇不语 恐惧几乎将他吞没 浑身都在倾抖 爷爷好久不见 我是叶子 我蹲在成枪四的旁边 这时的成爷爷 已经说不了话 泪水从他的眼眶 悄然落下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把成枪四的手 放在我的手上 这一刻 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下一秒 我的眼睛陷入了黑暗 成枪四的手 附在我的眼睛上 声音沙哑道 别看了 直至爷爷爷被盖上白布 成枪四才松手 姜姨和成叔叔 忙着处理爷爷的后事 成枪四送我回家 直接住进了我隔壁的别墅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边住了 我差然道 成枪四面无表情道 我回国后 一直都住在这边 家里的密码没有变 还是以前的那个 那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抿了抿唇道 安慰的话 如梗在喉 成枪四 好 刚到家 我妈面路担心 说 枪四 这孩子一直都是被他爷爷带大的 他肯定很难过吧 你这孩子也是 怎么就回来了 不知道去陪陪枪四 你枪四爷爷 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不过很奇怪 我怎么感觉你和枪四的关系 没有以前那么熟络了 我爸也紧跟着附和 是啊 我记得 你们上高中那会儿 都还立志考一个大学呢 哎呀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我转移话题 洋装生气 以前也没见你们那么关心我呀 我妈做事张大了嘴 诧一道 我这还不算关心你呀 我爸趁我妈不注意 冲我摇了摇头 暗示我 你完蛋了 我有点困 先回房间了 转身跑上楼 我们这边的别墅是连排的 以前为了方便 我和城枪四的卧室阳台是连着的 是姜姨提议 为了方便城枪四给我补习 我爸妈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就连一向和姜姨持反对意见的城枪四 也默默点头 没一会儿 我卧室的门被敲响 叶子 是妈妈 我 进来吧妈妈 我缩在沙发上 丝毫没有睡意 妈妈端上来一些两人餐的吃的 没急着开口 把吃的放在一边 坐在我身边 叶子 妈妈很抱歉 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 你的情绪不对 妈妈一脸歉疚的抱了抱我 我低着头 一时间也不知道回应什么好 应该道歉的人 是我才是 当时 家里出事 我都没能帮上一点忙 连骑马的生活 都被搞得一团乱 我们叶子 也是喜欢枪四吧 妈妈一语道破 我的秘密 妈妈揉了揉我的脑袋 你刚在国外那会儿 枪四会频繁给我打电话 询问你的近况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家宝贝那么招人稀罕 转念一想 枪四从小对你和对我们就不一样 我早该知道的 你知道你姜姨 为什么会让橙子叫他干妈 而没有让你叫吗 我点头 成枪四 不许 我的傻宝 如果你叫你姜姨 那他以后怎么跟你结婚 我脸上一躁 妈妈 那会儿 你姜姨问枪四 任橙橙当妹妹怎么样 你猜枪四怎么说 他说 随便 倒是秦霄 被气得不行哈哈 他比你们大五岁 心思也要比你们成熟很多 却喜欢胡思乱想 以为枪四喜欢他 这件事 我还真的不清楚 我只记得 沈西城确实叫江姨干妈 当时 江家请客吃饭 我们家也去了 枪四 对你就是不一样 他能记住你所有的喜好 甚至要比我们当父母的 更加关心你 妈妈说着的脸色微沉 叶子宝贝 妈妈知道 你还在介怀 你跟枪四分开的那些年 如果你不确定 枪四是不是爱你 就去他的柜子里找找吧 或许有你想要的答案 妈妈捏了捏我的鼻子 宝贝 爸爸妈妈很爱你 也很抱歉 让你们分开了四年 没等我说话 妈妈看了眼不远处 放着的吃的 你去和枪四一块吃吧 加油宝贝 妈妈等你的好消息 一举拿下枪四 让他上门 成枪四从小就是被成爷爷带着的 那时候 我爷爷还在世 他们两个会经常下象棋 久而久之 便一分成枪四 渐渐熟络起来 我端着盘子过去 阳台的门轻轻一推就开了 黑白格子的床上 放着一只哆啦A梦 跟我卧室里的那只一模一样 是我18岁 用第一次做兼职的钱买下的 送给沈西城和秦霄的 是一支笔和一本书 沈西城写下的所有要求 秦霄必须满足 蜷缩在被窝里的人 丝毫没有起来的意思 我叹了口气 成枪四 吃饭了 他没有回应我 幼稚得要死 你再不起来 我就要掀被子了 我半蹲在床边 抓着黑白色的被子 余光撇到半开的床头柜里 放着厚厚一打的机票 往返只有两个地方 呼的一下 成枪四满脸泪痕地冒出了头 叶纸 你可怜我一下吧 我脸了脸神 看向泛着泪光的成枪四 近在咫尺的距离 让我们听到了彼此的心跳 成枪四 我告诉你个秘密 再靠近一点点 笔尖相抵 我很喜欢叫你的全名 是因为我爱你 薄唇吸动 成枪四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 在他话音刚出的煞间 我稳了上去 姜姨得知 我和成枪四在一起后 疯狂带我逛街买包 我哭笑不得 够了够了 姜姨 我还得上班 姜姨亲自送我到公司 我带了下午茶 给秘书部的同事 刚进电梯 我给成枪四发了微信 我带了下午茶 你想吃的话 来我公位 没等到成枪四的回答 刚到公位 就见舌帆背对着我 跟李南和陆欣说 你们说 夜指这几天不上班 该不会是因为 我叫他老板娘生气了呀 那可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娘啊 陆欣看到我 疯狂地咳嗽 眼神各种示意 舌帆来了剧 斗鸡眼了呀 我事实出声 大家下午好 我给你们带了下午茶 舌帆一个亮呛 直接栽在陆欣的身上 你想死 李南伸手 用力扯着舌帆的衣领 我 陆欣脸色闪过片刻震惊 解围道 没事 李南 大家都是同事 他们对视一眼 几秒后 李南松手 门口传来一声清冷的嗓音 那么热闹 舌帆捏了捏脖子 老板好 我过来拿下午茶 你们继续 三人齐刷刷地看向我们 舌帆第一个扎毛 指着我说 夜指 好好好 现在都知道贿赂老板了 亏我还在歉疚叫你老板娘 我甘大一笑 承枪四愣了下 嘴角微微上扬 看了看我 我还没来得及兔兔 跟他们说 我和承枪四谈恋爱的事情 你们叫老板娘也没错 承枪四直接坐在了我的宫位上 悠闲地拆开蛋糕盒子 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自从我和承枪四官宣后 沈西成和秦潇说 终于松了口气 沈西成 我就说四哥 对你有意思吧 秦潇 枪四 终于守得云开见越明了 承枪四 我也觉得 我终于可以 可以什么 我问 沈西成 我知道 就是那个那个 我躺在床上 皱着眉 那个是我理解的意思吗 也不敢细问啊 阳台忽然刮来一阵风 一抬眼 就看到承枪四 穿着家居服 走了进来 宝宝 想给你摸腹肌 承枪四的嗓音闷闷的 盯着我看的眸光 泛着涟漪 我 全闻完 是